大家好 收看股市長三三兩 今天的大盤收盤的時候下跌了兩點 成交量只有640億 那麼這麼低迷的成交量 再加上大盤它的一個漲勢 沒有像大家想像的那麼多 畢竟在昨天美國還是大漲的 對不對 所以很多人會說 台股在這裡它的一個漲勢跟不上美國 甚至於漲上來之後又沒有成交量 所以有些人或許對這個行情 還是會有一些擔心 會有一些害怕 可是我要告訴各位 現在大盤的融資水位相當的低 而且融券還在增加 而且現在的成交量還不大 其實這是一個相當適合做多的時機 我們不用跟別人比來比去 我們只要去思考 到底現在這個盤技術面的架構 它是往上還是往下 我覺得那就夠了 至於每天的震盪也不重要 最重要的是只要趨勢向上 我跟大家說 漲勢在任何一個點都能夠被引爆開來 所以只要你有一點耐心來從事波段操作 在將來絕對有機會能夠賺到大錢 請大家看下去 今天的大盤收盤的時候下跌了2點 而成交量是640億 那其實這一波大盤從7999 漲到8417 它的一個成交量是呈現遞減的一個現象 而融資餘額也往下遞減 現在只有1290多億 但是融券它是持續的在增加 也就是說絕大多數的散戶投資朋友 現在看這個盤的心態 其實是偏空的 那為什麼偏空呢 因為之前大盤從8840 跌到7999對不對 而且大部分的人很難去分辨出 究竟這是不是一個大多頭的行情 可是我跟大家講 等到你分辨出 這是一個大多頭行情的時候 往往行情已經快要結束了 所以現在絕大多數人還搞不清楚 究竟這個盤是走大多頭 還是走大空頭對不對 可是我要告訴各位 大多頭或大空頭不重要 最重要的是我們現在能夠去看到 能夠去辨認的 究竟大盤的狀態 是走多還是走空 其實很明顯的 大盤現在是從7999 漲到8417 然後進行整理 所以這個盤在今天 5月26號來看 它的趨勢還是往上 而且籌碼面呢 也對做多相當有利 所以我娘認為接下來 我們還是可以持續的 順勢來往上操作 那如果要順勢往上操作 究竟現在要買進的 最值得買進的是什麼樣的股票 其實這一波在跌升了之後 尤其在今天 很多的股票在反彈 那有些股票也拉到漲停板 對不對 可是我請問各位 不管今天哪些股票大漲 可是我們該思考的是什麼 不是針對今天大漲的股票來做買進 而要思考到底未來什麼樣的股票 它能夠漲最多 那如果我們所思考的 是未來什麼樣的股票能夠漲最多 然後呢 逮到機會 有機會的時候再下去買的話 你才能夠賺到錢 而我娘認為將來台灣的股票市場 可以漲最多的 我認為可以漲最多的 絕對是生技新藥類股 所以我娘在一個月之前就跟大家強調 我會全力做多生技新藥類股 因為新藥沒有景氣的問題 營收又穩定 然後呢 新藥一旦成功 極可能帶來數十倍 甚至是上百倍的報酬 那或許很多人覺得 新藥要成功 這可是一段漫漫長路 沒有錯 這確實不容易 可是如果成功的 那他們所賺到的 會比電子股還要更多 對不對 會比電子股的EPS還要來得更高 所以我覺得這值得我們去嘗試 也值得我們來進行波亂操作 那為什麼我娘認為現在 會是一個買進生技新藥類股 最棒的時機 我跟大家講 請大家想一想 2005年的10月 行政院第一次召開 生技產業策略 知益委員會的會議 然後呢 在2006年的10月 把生技產業列為製造業重點發展項目 然後在2007年的6月15日 立法院三讀通過 生技新藥產業的發展條例 那麼2005、2006、2007是誰在執政 大家都知道是民進黨在執政對不對 那現在是誰在執政 一樣是民進黨在執政 而且我跟大家說 經過了這10年我認為 我認為有很多的新藥股 他們整個研發已經慢慢的會展現成果了 所以今年是2016年 經過10年部分的新藥股 開始展現研發成果 所以我會全力做多生技新藥類股 那到底現在有沒有開始展現研發成果 其實從兩檔股票的身上 你們就能夠看出來 包括這個耗鼎還有呢 中域對不對 經過了10年 我問各位喔 現在的中域 現在的耗鼎 離他們的新藥上市 是不是越來越近對不對 可是他們的股價其實還相當的低 還相當的便宜 為什麼 因為這一個市場很多人認為說 它是有效率的 很多人認為說 如果它真的那麼好 那資金早就集中了對不對 我告訴各位 其實不是那麼一回事 因為絕大多數的人 他並不太能夠去接受 這一個生技股 也不習慣把自己手上的部位 換成是生技股對不對 因為大家往往要能夠看得到產品 要能夠看得到營收 要能夠看到EPS 大家往往追著 蘋果到底接下來要做什麼 對不對 然後呢 鴻海接下來要做什麼 可是我請問各位 追著那些消息 有給你比較好嗎 有沒有讓大家賺比較多 其實沒有 並沒有 可是針對新藥股呢 我告訴各位 如果之前大家不認識 不了解 不認同 可是未來轉變成呢 開始認同的話 我覺得 後續來講 股價呢 就有很大的一個空間 而且漲的速度也會非常的快 而且喔 耗鼎跟中域 目前都是MSCI的 世界指數的成分股 對不對 這意味著什麼 這意味著 大部分的散戶 而這一波的耗鼎 是從321 漲到505 漲了多少 321 漲到505 漲超過五成 你們想想看喔 漲超過五成喔 如果你想在市場裡頭賺五成 如果你曾經看到我的節目 如果你跟我一起買耗鼎 我問各位 現在能不能夠賺到五成 當然 我還沒有賣 為什麼 因為我的目標不是五成 也不是五倍 所以我有更大的目標 要去追求 那麼除了耗鼎之外呢 包括這一個中域 中域這一波 從165.5 漲到256 那麼 王梁剛剛告訴過各位 我說很多散戶 或許對這一個 升級股呢 不太能夠接受 可是中域被納入了 這個MSCI的世界成分股 對不對 而且我跟大家說 本來在165塊的時候 外資中域的持股是3% 可是到了昨天呢 外資手上中域的持股 佔中域 它的中域的持股比重 來到多少 來到7% 從3%增加到7% 連投信 前面停損了 現在都回頭去買 對不對 那外資的持股比重在增加 這表示什麼 這表示他們是長線 開始看好這個號頂 還有呢 看好這個中域 那如果 還是有些人 沒有辦法 去認同這個升級股的話 我請問你 現在的總統是誰 現在的總統是蔡英文 對不對 那大家都敢把票投給他 讓他去換台灣喔 讓他去換我們的政府喔 我們的國家喔 是不是 那我問各位喔 他本來在換什麼你知道嗎 這個蔡英文總統喔 我跟大家說 我們來看這邊 中域的前身是宇昌生計 是蔡英文總統擔任行政院副院長的期間 推動設立的 然後呢 他卸任了之後 曾經擔任宇昌的董事長 直到出任民進黨黨主席 才持續董事長 而宇昌後來改名為中域新耀 所以其實現在很多人 因為之前號頂的一些爭議 對這個升級股有一些批評 對不對 可是實際上呢 連蔡英文總統 都曾經擔任過這個中域的董事長 這表示什麼 這表示其實台灣的升級股 它真的是有潛力 它真的是有很大的一個發展的空間 所以在這裡我跟大家說 當你看到這一波的一個中域 漲到了256 那只是證明喔 過去一段時間 種種的利空 其實呢 對它的股價都沒有影響 而且證明了它的未來性 而且王良曾經在中域跌停板的時候 在中域跌停板 然後破底的時候 告訴過各位 其實這是我非常非常看好的公司 對不對 而且我也帶貨員下去買 那當然有些人會覺得 那股票既然在破底 既然在跌停 為什麼王良之後還敢買 我跟各位說 其實這是一個很簡單的道理 當時股票跌到這一個 175塊的時候呢 它已經跌破了二三四月的低點了 對不對 那當時跌破的這些低點 如果有人他買在這裡 有人他買在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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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很可能在這個地方做什麼 在這個地方停損 可是他們停損的理由是什麼 我跟大家說 沒有理由 因為呢 當時中域股價之所會跌 是因為浩鼎有爭議嘛 對不對 那就算兩間公司的董事長是兄弟 可是浩鼎他有一些利空 有一些爭議 跟中域有什麼關係 其實沒什麼關係 可是很多人他就怕嘛 他就賣嘛 所以導致呢 中域當時跌破了這個價位之後 停損的賣壓出籠 出籠之後呢 再跌到165塊 可是你們想一想喔 如果當時這個賣壓出籠 然後呢 跌到了多少 跌到了這個165塊之後 假如喔 假如喔 這個高點能夠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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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表示什麼 表示這些利空 其實都不是利空 對不對 表示中域其實呢 沒有受到什麼樣的一個影響 所以我們再看下去喔 這個位置喔 接著喔 165.5之後 漲到哪裡 漲到了這一個256 那麼王良曾經跟大家講過喔 這個是5月12號的時候 外資的持股比重是4%嘛 當時是200塊 現在外資的持股比重增壓到多少 增壓到了7%對不對 已經從200 當時3%165 200的時候呢 是外資持股比重這一個 4%的時候是200 然後現在是256 所以外資的買盤 對中域股價的推動 其實是有很大的幫助喔 那既然有很大的幫助 你們再看清楚喔 這個位置 是今年的高點 那今年的高點如果能夠突破的話 往上呢是不是海闊天空 所以像中域這樣的股票 其實是可以來執行大波段操作的 下一個階段回來 針對王良的耗鼎計畫 如果你想了解更多 你想知道為什麼我要推動耗鼎計畫的話 請你鎖定我的節目 在廣告過後我們再回來 yo 稷水一周就會生蚊子 廢棄容器要儘速清除 多一分警訣 多一分自我保護 2752-55868 独往福利 陳東豆腐 值得托付 02752-5868 保證金 契約 可知消防署網站 公契契約專群下載喔 內疚部消防署關心您 有一個人喔 大家都叫他古神 這個人是誰呢 這個人就是巴菲特 對不對 沒有一個人知道 沒有一個人不知道喔 巴菲特是古神 也是世界的首富 可是我請問各位 這麼多的人 在研究巴菲特 這麼多的人 在看巴菲特這一個的書 在這個想要學習他的一個做法 可是 研究是一回事 看那些書是一回事 我告訴各位 絕大多數的人呢 都辦不到 不然大家就好啊 是不是 絕大多數的人 其實喔 一邊呢 向往 能夠成為 像巴菲特一樣 能夠達到財富自由的境界 可是一邊呢 每天就看著這一個股價的波動 看著行情的起伏 看著這一個 這個電視節目 或者這些利多利空 然後呢 整個心情七上八下 所以我往往這導致喔 沒有辦法好好的針對一檔股票來從事破產操作 那更多的 這個分析同業是跟大家強調 強調什麼 強調 限買喔 可以怎樣 限賺 強調呢 可以怎樣 買到 標股 對不對 去強調這些 可是 我問各位 這樣子做 真的能夠賺到錢嗎 其實喔 有很多的節目 它多半都是行銷的手法 所以呢 王娘要跟大家講喔 你們真的想要賺錢 你要聽一聽 王娘怎麼講 你要聽一聽 王娘怎麼做 我跟大家說 如果你真的想要賺到大錢的話 我們應該去思考 到底未來 什麼樣的股票可以漲最多 對不對 那 如果我們一旦決定了標的 你要好好的針對它來從事破產操作 可是也不是說 你選到標的之後 就 一直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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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有足夠的耐心 去等到怎麼樣 等到呢 時機成熟了再下去買 那例如說 王娘 代會員買進了號頂 我已經買進很多次了 而且我還想要呢 再買更多次 因為我認為 它絕對不會呢 只漲到500塊而已 你們再看下去 號頂漲到了505 這一波從321 漲到505 其實喔 漲很多 對不對 漲得超過五成 那 4月22號的那一天 號頂跌停滿是346 然後呢 4月25號破底是321 那為什麼 當時股票跌下來之後 在跌到321之後 王娘會在4月26號 代會員去買 今天你如果要參加會員 我覺得 你們一定要知道 因為 過去的這一個多月 我都在分析 對不對 可是為什麼我在這個點出手 我跟大家講 當號頂開始跌 剛解盲的 這個消息出來之後 股票就先暴跌 對不對 那這一個暴跌 王娘 為什麼沒有急得下去搶 為什麼我不是買在這裡 而是買在這裡 我告訴各位 因為當他開始暴跌的時候 手上有股票的人很急 他很想賣 那想要買的人 他會等 為什麼 因為 那個所謂的一個解盲之後 後面又有那些爭議 對不對 所以大家會等 等到呢 股票在這裡又跌停滿 股票呢 在這裡又跌停滿 在這裡又破底的時候 我告訴各位 假如股票跌到這裡 然後反彈再下來 對不對 跌到這個位置 手上有股票的人很有可能 在他漲上來之後 他會認為說 我就把這個地方當作是一個 低點 當作是一個停損點 所以當股票整理失敗 不管是什麼原因導致 他跌到這個位置的 在這時候 可能有很多人停損 因為跌破了之前的低點 對不對 342 如果我沒記錯的話 那如果跌破這個低點 跌破這個低點 來到了這個321 你們想一想 很多人停損對不對 可是321那一天 K線其實是收紅的 他其實是收紅的 然後 隔一天 他沒有再跌破321 完了就買了 因為我認為已經有人停損 而這是最好的買點 這會是最好的買點 而在漫長的整理的過程裡面 想要賣的人 這個賣壓 透過時間 他會慢慢的消化掉 所以你要有足夠的耐心 去等 對不對 那現在最重要是什麼 如果 股票跌下來 這個賣壓慢慢的消化 而且到最後又把 這個意志不堅定的 這個籌碼給逼出來 他們停損了 對不對 之後如果開始漲的話 我告訴各位 那個漲勢就會非常驚人 所以這也難怪說 王良代會員買完了以後 一下子 就漲到500塊 所以你們跟著我做 今天我看好 浩鼎 不是只有在過去的 這一兩個禮拜 這幾個月都是 對不對 但是王良很仔細的 在思考我到底要在哪裡買 那如果我每天要跟你們強調 我要買標股 我每天要跟你們強調 我要現買現賺 我跟你說 當然沒有人會來參加 為什麼因為沒有那回事 因為我在等 一個好的機會 可是我覺得 今天我當個股票老師 如果我是真的 想要幫會員賺錢的話 你一定要比別人 多一點耐心 你一定要能夠看出 從往面的變化 以及他們對股票的一個影響 然後再出手 雖然不是說都沒有風險 可是最起碼要把風險給降低 對不對 最起碼你要等到 條件成熟了 你再下去做 王良有沒有這麼做 王良有 而當你看到浩鼎 漲到500塊錢以後 我跟大家說 我為什麼會選浩鼎 來執行這個浩鼎計劃 我們先看他的市場 全世界的抗體藥物 在2014年的市場 產值 已經高達780億美元 大概是新台幣 2兆5350億 是目前全球 生物製藥產品當中 發展最快 施展率最高的品項 未來的10年 全球抗體藥物 會維持每年10%的 複合成長率 快速擴增市場 所以如果你問我說 這個 蘋果的庫克 一共啥 iPhone之後的價錢 要怎麼訂 其實我一點興趣都沒有 為什麼 要買就要買最好的 對不對 要做 就要做市場的成長率最大的 市場 這個成長率最高的 那我問各位 這個抗體市場 它的成長率大不大 它的市場大不大 那如果大的話 那相關的股票 你要不要去做 這個留意 你們再看下去 王良呢 會帶會員 分批調節 手上不會漲 不會動的股票 然後集中火力 來買進號頂 那為什麼要這麼做 因為 有很多人 其實 心裡面有一個障礙 不是 大家沒有看到 王良介紹號頂 不是我買完了 股票沒有漲 不是漲還標 對不對 而是怎樣 而是 總是覺得說 這股票有點貴 那你看到今天漲到了 這個500塊錢了 350 360 370 不下去買 看到股票漲到500塊的時候 我問各位 沒有賺到錢的原因在哪裡 在大家 之前的偏見 在大家呢 劃地自限 對不對 因為覺得它很貴 所以我買不起 可是如果你在 350的時候 你知道它可以漲到500 甚至又可以漲到更高 我跟你說 不管有什麼問題 你都會 這個排除萬難 都要去做 對不對 而 王良要跟大家講的就是說 我們不要找那麼多藉口 如果 我們今天真的已經找到了 在未來 有可能漲最多的 在台灣的股票市場 未來有可能賺最多的 股票的話 我告訴各位 不管什麼樣的困難 我們都應該呢 想辦法呢 把它解決 對不對 該換股就要換股 我來曾經舉過一個例子 如果 你的朋友 有100張中環 100張來得 然後呢 這一個 耗頂當時在400塊錢 你會怎麼勸他 你會勸他把100張中環來得 賣掉 然後呢 買一張耗頂 為什麼 因為我們所追求的是 漲幅的 這個 帶來的報酬率 跟你持有的張數一點關係都沒有 對不對 所以我們會這樣勸別人 那如果我們會這樣子勸別人的話 我問各位 我們能不能夠 用同樣的方式 來說服自己 王良 成功的說服自己 王良知道這麼做是對的 而且王良會持續的 待會員呢 堅持下去 所以如果 你們希望 能夠參與 王良的耗頂計劃 你希望將來 耗頂 漲到 1000塊 漲到2000塊的時候 你能夠跟王良一樣 成為市場的大贏家的話 我歡迎各位 在今天節目結束之後 拿起電話 來加入我們操作的行列 最後祝大家 未來做股票 都能夠大賺 我們明天見 拜拜 本投股公司 與所推薦分析之客 也有價證券 無不當制裁物利益關係 以往之績效 不保證未來獲利 本節目資料 僅供參考 投資人 應獨立判斷 隨身評估 並自負 投資風險 今晚 市民翻譯 今晚